日前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 关山慈激医院选在一楼特地举办血糖血压的免费检测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糖尿病患者似乎有成长和年轻化的趋势不容轻忽 也希望借有检测送好康的诱因 鼓励民众踊跃参加 医护人员内新闻民众检测血糖和凉血压 日前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 关山慈激医院选在一楼特地举办血糖血压的免费检测活动 关山症救国团会长周甫安也指出 每年选在世界糖尿病日 会结合包括了鹿野香 宝华山 慈惠糖等单位 联合举办血糖血压活动 而在今年关山症公所北部产科医师林思红 也提供纪念品赞助活动 关山慈激医院也派出资深护理师 为检测民众服务 在这个世界糖尿病日前夕 我们关山症救国团跟宝华山慈惠糖 关山症公所跟关山慈激医院 我们一起来举办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活动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能够让民众了解我们自己的血糖跟血压的这个素质 如何异常的部分 比如透过这个卫教 还有跟他们希望能够透过门诊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关心剂的健康 能够减低这个磷患糖尿病的风险 主办单位也表示糖尿病患者似乎有成长和年轻化的趋势不容轻忽 也希望借由检测送好康的诱因 鼓励民众踊跃参加 借盘随关山症报道